大家好,我是東映走橋的鮑勃 國寶是日本文化廳依文化財保護法進行規範的有形文化財 意思有極高歷史或藝術價值的物質性文化財產 我們這部影片將會介紹日本國寶建造物 根據文化廳的網站 2021年3月為止,全日本總共有228個國寶建築 有時候一個寺廟會有好幾個,比方說東大寺有8個 其他知名的國寶比方說,紀錄城的天守 大阪的駐籍大社本店 群馬的富剛仿殺場 京都清水寺的本堂等等 這些國寶通常也是知名的旅遊景點 甚至有些是世界遺產 很適合喜歡歷史文化的觀光客參觀 那我們這部影片就來介紹這些國寶建築給大家吧 為京都鄰居滋賀縣的燕庚城 是全日本只有五座國寶城堡之一 喜歡城堡的歷史宅一定要拜訪此地 然後跟人氣超高的燕庚喵打聲招呼 燕庚城的歷史可以追溯到西元1600年 由當時日本戰國時代的武將 也是德川四天王的錦衣執政下令建造 與西元1603年開始動工 前前後後總共花了20年左右才完成 現在看到的燕庚城基本上保存了400年前的樣貌 非常具有歷史價值 1952年天守也被列為國寶之一 然後也是現存十二天守之一 在這裡跟大家科普一下 日本雖然城堡不少 但少數城堡為現存天守 指的是日本城郭中保有江戶時代 以及更早之前修築的天守 由於天守為木造建築 很容易因為戰爭、大火或是建築老舊的損毀 所以目前只有十二座 所以像大阪城或是岡山城等等的知名天守 其實也都在二戰之後才重建完成的 這十二個現存天守 對日本來說都有極重要的歷史意義 燕庚城就蓋在燕庚車站旁 到車站大概走個十分鐘 就可以到達燕庚城的園區 先欣賞一下護城的河跟伊朗哈松樹 以及十八世紀完成的中堡化財 燕庚城二之丸左河口多紋雅格拉 從錶門山到一路往上爬 可以看到中堡化財 燕庚城天秤雅格拉 是一個緊急時御敵用的狼下橋為中心 左右對稱的建築物 再通過一小段階梯就可以看到天守格了 這裡的吉祥霧宴跟苗每天會出現在城堡三次 運氣好的話就可以看到這隻可愛的貓喔 天守格雖然規模不是很大 只有三層樓,21公尺 由不同屋簷設計的樣式集合而成 十分有特色 我們就登上天守,遠眺琵琶湖的景色啦 離開天守後往前走 來到中堡化財燕庚城西之丸三重雅格拉 這也是防止西面敵人攻擊所建造的樓層 景色非常好 也可以遠眺琵琶湖以及天守格 如果有點時間的話 還可以走到明勝玄公園 這也是第三代城主於西元1677年 花了七年建造完成的庭園 也可以遠眺燕庚城 以上就是這次的介紹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內容 還可以訂閱Follow我們的YouTube Facebook 還有Instagram看更多內容 我是鮑勃,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